心理小学堂 每周五我们一起探索心理学的小知识 大家好,我是嘉玲 大家好,我是班长轩宁 我们来到了家族治疗的最后一集咯 上一集我们聊了三角关系 是的,是的 那个故事事实上在台湾 很常见哦 你想一想你现在有是谁的三角关系吗 我家里又有三角关系 你家有,对对对 那你觉得你们家谁跟谁比较好 你说我跟我 就你们家三个人啊 你先生跟你的小孩 目前因为他才三岁 我个人主观自己的位置 我会觉得他跟我比较好 就是同盟关系会是 如果真样说的话 他会比较粘腻一点 对对对 我有思考的是 我跟我自己的爸妈 哦 也 我也是他们的三角关系嘛 是是是 对啊,所以 我那时候 我后来 哦,我跟我妈真的 有有有 也是站队的 我们家是 小孩都跟妈妈这一边 对,然后我突然就觉得 我突然觉得爸爸事实上他 有他的辛苦 然后他的 他有时候可能需要 他的 呃,失落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 有可能都没有接到 对对对 然后有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出去玩 然后也没有跟他讲 对 我猜他应该有 会有一种孤单感 对对对 被排挤之类的 但又不好说 所以就只好变生气 这样子 就是会变成我们 行为是最后了 对对 所以你才知道 哎,你很棒耶 像那个冰山有说嘛 行为是在最上面嘛 一层一层往下播 才能看到更完整 好的,那我们 上次有讲 就是三角关系 上次是讲一个故事 那我们还可以再说 三角关系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就是 最常见 就是追逐者跟疏远者 就是一个很努力的 想要沟通 可是另外一个 只想保持距离 那被拉进来的第三者呢 他不一定是人 有时候是工作 OK 打电动 不停的出差 这个时候卡在中间的 事情或活动 就会是第三者 懂吗 所以当你很高度 依赖某件事情 其实某种程度 你要想一下 是你透过这件事情 在逃避什么 就是逃避是追求 追求是逃避 这件事情是要很 去觉察的 好,那在第二种形态 叫做焦虑的生产者 跟扩大者 还有阻隔者 形成的三角关系 其实在TA 沟通学派里面 也有讲一个卡普曼三角形 它也是一种 三角关系 就是拯救者 受害者 拯救者 跟压迫者 那其实这种东西 它都是会流动的 你以为的受害者 不全是受害者 你以为的压迫者 也不全是 那在这个生产 焦虑的生产者 扩大者 跟阻隔者呢 通常呢 焦虑的生产者 是这个系统 第一个发出 负面情绪的人 可能他有一些 觉得孤单啊 或觉得不公平 他发出来的时候 可是旁边的人 却觉得他太脆弱敏感了 但其实这时候 要小心 他只是表现 一个情绪反应 并不是他 制造问题的人 可是比如说可能 太太希望先生 多陪家人 那这个时候 他其实 是第一个发出 需求的人 或情绪的人 我觉得你都太忙了 我觉得 你有点忽略我们了 这是他在表达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先生 没有去接住 这个焦虑的反应 他会觉得 你是在闹事的话 他有可能 明明很简单 你只要安抚一下就好 那他有可能就会变成 去攻击 或者去吵架 那这个时候呢 太太就会更焦虑 对不对 我是焦虑的生产者 或是我是提出的那个人 但是你没有去 去真的去看见这件事 你把它扩大了 你攻击 或者是你否认这件事 焦虑子会越来越大 那这个时候呢 小孩很有可能 在这过程当中 他要阻隔嘛 因为他害怕 父母亲可能会分离 会断裂 所以他可能就会用 生病啊 打闹啊 或者是打架 来转移父母亲的注意力 然后他就会变成 家庭的麻烦 或是学校的小霸王 还记得我第一集 有讲一个故事嘛 那个青少年 是不上学 然后一直迟到 然后透过迟到 来创造父母亲 可以合作 边界的机会 那他也是生产者 扩大者 跟阻隔者 那这个孩子 就是牺牲他自己 来让这个家庭 形成稳定 如果他不介入的话 父母亲是不是 有可能就越惨越凶 对啊 然后就会爆掉了 他觉得 对 所以这就是 另外一种稳定 然后还有第三种 就是三角关系 其实是会转移的 很有可能是 本来的三角关系 其实是爸阿妈跟小孩 后来呢 阿妈看不下去了 阿妈进来了 然后如果阿妈是 是外婆 然后是在指责父亲 太凶啊 或什么的 那很有可能 那个本来爸爸的 攻击对象是妈妈 他就转移变成 去攻击阿妈 就会参加关系 参加关系变成 阿妈爸爸跟小孩 那如果呢 这时候呢 学校老师又不小心 界限没有处理好 情绪分化 没有做好的话 他有可能再加入战局 就会变成 你在有时候 处理家长之间的问题 有点麻烦 你应该有经验吧 这问题都不在小孩子 小孩一点都不在意 都没有怎么样 可是在意的是家长啊 就是小孩子 自己已经和好了 对啊 然后妈妈们 或爸爸们 就不知道怎样 看不下去 然后坚持一定要 某个种方法 才是好的 一定要是他的 那个方法 对啊对啊 然后学校老师 这个时候 真的需要很多的智慧 那如果学校老师 没有处理好的话 就会变成 这个妈妈 或这个爸爸 本来只是在攻击 另外一个家长 就会变成 连学校一起攻击下去 对对对 没错 然后他就变成 很复杂的三角问题 那很多时候这种 你有时候听一些 一些人抱怨 或爆料 你真的要很小心 嗯 事情可能跟 真的跟 他说的有 很极大的落差 嗯 那并不是说 他说谎 而是在他的 世界主观 这样知觉 嗯 可是他的知觉 是没有分清楚 什么是事实 什么是 他的观点 嗯 那他把他的观点 当事实 嗯 就会变成 就会变成 我们最后说 哦 这个人很难沟通 嗯 或这个人不讲道理 嗯 其实他讲的就是 这个人分不清楚 嗯 他的分化没有完全 嗯 OK OK 所以就是 三角关系 大家要留意哦 嗯 不是只有亲密关系 要留意小三 嗯 就是你各种关系 都要留意 嗯 也就是说包含 我自己在带员工 我也会很 觉察 当然不可能完全避免 有时候真的 嗯 还是会动用到 而且三角关系 不完全是坏事啦 嗯 有时候好的三角关系 就是可以变成一个 动力 对对对 动力 甚至某一种 一点点好的竞争 也是一个好事 嗯 所以三角关系 并不是完全要被避免 可是当它变成 一种固定僵化 不可动的 规则 嗯 那就要小心 嗯 好 那要怎么 怎么处理嘛 我们讲完 在讲关系 我们都知道了 好多故事 好 那 我觉得要处理 大家也不陌生啦 就是我常常讲的 你要有界限的概念 这真的对台湾人 很重要 可是台湾人 真的有点少 嗯 有点辛苦 因为我们台湾人最 最 让人家觉得很 很不错 就是人情味 嗯 可是人情味跟界限 是有一点冲突的概念 嗯 你怎样的 怎样会有人情味 就是他做了 其实他不需要做 但他愿意帮你做的事嘛 嗯 对啊 但这里面其实就有 就有越界的 可能啊 嗯 比如说 你没有要吃饭 嗯 你刚才说你不饿 可是他就觉得 啊 就是 很辛苦 他帮你带一个便当回来 嗯 那 可能大家会觉得 哦台湾人就真的 人蛮好的 嗯 可是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当事人 真的觉得不需要的时候 这个人情味 对他来讲 是一种压力 你知道吗 哦对 是 或者有的时候 你如果你去南部的时候 嗯 作为营业社要关心你的 那种人情味 也是 嗯 令人有一种 无福销售的感觉 嗯 所以 我不是觉得他 都不要啊 然后被拿掉 我不会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台湾人 我知道那个 很可爱的地方 嗯 甚至有的时候 你画得那么清楚 其实很 很冷漠 嗯 我也不希望 变成像很欧洲 或者很西方的那种 什么事情都按照法来讲 嗯 那也不是 我觉得舒服的 可是在那种弹性之间 到底要怎么拿捏 就真的是 很多很多的 抉择跟智慧 嗯 嗯 那界线没有所谓 标准的哦 这刀画下去 就是好的 嗯 界线它其实是个 大方向 大原则 你主要还是要看对方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人 如果对方是一个 可以讲道理的人 嗯 或是他也分化得很好 嗯 那你跟他界线 不要那么清楚 没关系 嗯 因为他 他也会把自己守好 嗯 可是如果对方是一个 很模糊的人 就是 对方常常越线的人 对 让你觉得 嗯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好 对 所以 当你有界线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如果你介入三甲关系的时候 你会看清楚 OK 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 嗯 那 该谁的问题 就还给他 嗯 去处理 然后你保持中立 嗯 中立不是冷漠 可是我知道有些人 特别是处理父母关系问题的孩子 嗯 我听过很多故事就是 老师我 他可能已经是大人了 二三十岁 他就说 老师我 我很 他就说 我很烦恼 烦恼什么 我的父母亲都会常吵架 嗯 所以我就会有点担心 如果搬离开家 他们就会 出不好 哦 这很常听到 嗯 嗯 那但这个时候 其实 要去处理的 不是陪他去讨论 怎么让他父母亲不吵架 嗯 因为当事人都是这样的需求 在来的 就是你教我 怎么让我父母亲不吵架 嗯 可是我怎么可能教他 他父母亲不吵架 而且 父母亲没有在现场啊 对 我只能教他怎么在他父母亲吵架的时候 他的情绪不被影响 嗯 嗯 对吧 对啊 对对没错 对 所以就是你要有好的界限 然后 然后 呃 当他父母亲吵架的时候 你要明白 就是 就不是你的事情 你要还给对方 好 这真的很不容易 你要 因为你那一刀 就觉得你要画下去的时候 你要自己很笃定的 不被影响 然后 而且没有愧疚 对 然后觉得 那真的就是爸妈的事情 我 我 我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那 不 真的 需要很大很大很大 的面对跟觉察 像我们 父母亲也会吵架嘛 以前 我早期的时候 我 我以为是为什么 你们吵架 那我现在要干什么事情 你会担心 对不对 对 很想调停 对不对 对 然后哪一个人离家出走 我要去找谁帮忙 那个他可能会躲在哪里 之类的 然后你调停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 然后你介入他们两个会吵更凶 好像是 对 就因为其中一个人会觉得 感觉他如果是被冷漠的那一个 或是被排解的那一个 他会用更大的攻击力道 要强化回去 对 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叫做亚思儿的故事 我们来听听看 如果真的是做家族治疗 遇到这种三角关系的时候 治疗师会怎么去帮助个案 这个故事是呢 那一个有个心力焦脆的妈妈 她来的时候 她就在哭说 她的国中的儿子 因为有亚思 亚思就是一种比较 有一些自闭倾向 然后 但她没有到智力有问题 只是她真的不太会跟人互动 然后 而且她常会做一些 她自己觉得很有道理 可是别人看起来很白目的事情 然后她爸爸面对这种状况 有时候儿子又在那边坚持的时候 她爸爸就会是动手打儿子 那儿子就会反抗嘛 因为亚思她是 不会因为屈服的暴力 然后就会让她变好这样子 然后就会很多的积怨 然后就会变成 父子之间的冲突非常的大 然后儿子就会觉得 我将来讲她就可以打赢你 这样子 然后那妈妈妈非常的头痛 这个时候如果你听到这个故事 如果你把这个故事写上网 一定就会有一堆人攻击爸爸 怎么用暴力 然后 怎么不懂儿子的状态 然后你就用暴力去掉下去 对 然后就会很同情那个妈妈 对不对 要不就是觉得 这个儿子实在是太不上道 好 这些都是问题的表面 她没有看到全貌 所以 对于别人在 网络上面写的任何东西 请记得 那都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然后 然后这条世界录之后呢 她就明白 原来故事 完整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儿子在出生一岁之后 父母亲就把她交给了 外公外婆 因为照顾不了 然后 又要工作 要赚钱 所以没有办法 就给外公外婆 可能就像我们 在台北工作 然后就送回南部这样子 那后来 有生了妹妹 然后 妈妈的选择是 白天给保姆 雇 因为他们都要赚钱 所以晚上妈妈带回来 那这个情况原本都相安无事 可是到了国小的时候 要读国小 七岁了 妈妈就去南部 把儿子带回来 但是带回来之后呢 妈妈可能各种考量 也许是房间不够 也许是愧疚之类的 反正就让这个儿子 睡在爸妈中间 可是女儿有自己的房间 然后后来就变成了 妈妈继续跟儿子睡 但是爸爸在别的房间 一直到国中 妈妈还是偶尔会陪儿子睡觉 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什么时候要让你女儿自己睡 我超想的 然后 那这个儿子的问题呢 是从国小开始 那妈妈因为很愧疚嘛 就是很小就把他送回去南部 就觉得陪他时间不多 比较多愧疚 所以就会造成是 每次儿子如果出状况的时候 妈妈都会想要道歉啊 然后 比较就是宠他啊 或者是就是 轻轻拿起 重重拿起轻轻房子啊这样子 然后就变成 他跟儿子很紧密 可是先生一样就会觉得被排挤 而且先生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会不自觉地 会透过教训儿子 来 确认自己在自己家里的位置 争取同盟的 那个位置嘛 那是我太太耶 为什么好像变成 他是先是我太太 才是你妈妈一样 这种状态 所以每一次父子有冲突的时候 妈妈就会很担心很着急 要介入 然后要调停 但每一次就是越弄越早 然后 这个时候啊 如果进行治疗 不管个别还是家族治疗 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 马上就告诉他说 哦那你就应该怎么样 你就不要介入 其实这种事情 当事人难道不知道吗 一定知道啊 但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有很多担心害怕啊 对 除此之外是他并没有看到 这里面他自己做了什么事的责任 哦 对 因为他都会一直觉得他是好心 嗯 他正在帮忙 对 那他没有看到他在提油 通常不会觉得自己提油啦 通常都会觉得 我是在灭火啦 对 可是你是在灭火 但是你提的是油 然后最好是要做的事情 是要帮当事人 然后整个家庭 看清楚这个历程 嗯 这个动力 所以我说 Satia会花很大的力气 去让他们看见 那个模式是怎么开始的 嗯 争执之后 谁做了什么事 谁的反应是什么 当时的状态 怎么纠缠在一起 怎么纠缠呢 你怎么看这件事 你的感受是什么 这种状态 嗯 然后可能 最好是偶尔可以用一点 幽默的方式 嗯 刺激一下 当时可能会跟这个妈妈说 你是在跟你自己儿子谈恋爱啊 你老公当然要攻击 这个小情人 哦 就有点在暗示他 嗯 位置不对 OK 嗯 位置不对 嗯 那这真的是女性要去觉察的 因为我们常常在 付出很多照顾的时候 那个界限其实是 是 是超越那个角色的 嗯 好 然后 最好是要做的事情是 轻轻的在旁边推一把就好 嗯 可能如果当事人有发现的时候 在鼓励他 保持中立 然后去看那个动力有什么 当你不做 反应的时候 动力有什么变化 真的有你想象那么糟吗 哦 就是真的会 他们会打起来 然后会 互砍吗 嗯 我们在想象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担心 嗯 对 可是 当我们的是这样想象担心 而产生出来的行为 就不 就不是真的在解决问题 嗯 对 然后 也同时之间 要让这个妈妈看见他 他 他怎么 其实在 他所谓在保护 可是其实也是一种过度控制 嗯 关于这个儿子 这样子 然后允许 就是 儿子失败了 自己在外面被排挤 也都没关系 让他自己想办法去修复 然后他自己去穿越 当我们又太多的 害怕的时候 我们就会介入很多 而他的自我就没有办法长好 嗯 所以这又拉回来自我分化 嗯 对 所以这样子的原本是三个人 妈妈 儿子 跟爸爸 就会变 因为妈妈比较有好的情绪界线 嗯 会变成 从三角的冲突变成 先单纯简化成 父子的 哦 有没有 嗯 先剪掉一角 嗯 他们还是会有冲突 可是这样子 不用第三个人进来的时候 其实说不定他们两个会自己找出解决方法 嗯 不用再考虑妈妈这个人的想法 或者他感觉是什么 或者爸爸的心理的内在动力 就不用觉得 你抢了我老婆 把这件事情 那个 嗯 考量进来 所以很多时候 特别是男人之间解决冲突的方法 跟女人又不太一样 嗯 那有些时候 我觉得有些妈妈会 不太愿意让自己的先生跟孩子 有自己的相处方法 嗯 就会要先生跟自己 跟孩子的相处方法要一致 嗯 可是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他叫爸爸 嗯 爸爸要给孩子的 嗯 教养 就要他跟妈妈不一样 不然他有两个妈妈就好了 为什么要有第一个 为什么要有爸爸 嗯 就妈妈的功能跟 妈妈如果是照顾的功能 有时候爸爸是领导的功能 嗯 或者是 嗯 更多 社会面的一个 教养 教养 嗯 所以我常常觉得在这个分工上面 其实不是要两个人做一样的事情 嗯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嗯 当父亲发现太太把这个位置让出来了 是他在跟儿子的时候 他其实也比较能够去觉察 自己在管教上面发生什么事情 嗯 否则他也会把他对太太的敌意 放在这个儿子身上 嗯 真的 对 对 然后他才能慢慢再去分化 嗯 所以这个家庭的这个动力是这样这样这样 慢慢调整调整调整 它没有一步到位的 嗯 我听起来就是简单的先 让事情不要变得太复杂 从三角变成先控制成两角 对 一条线就好 不要变成三角形 好棒哦 你的诠释好精准哦 两条线我们比较容易连起来 三条线的功力要比较强 对 所以如果 我很鼓励大家冲突 伴侣之间有冲突 或关系之间有冲突 回到你们两个 嗯 真的不要去找第三者 你会觉得第三者来证明 你通常找第三者只是讲证明是对的 诶 对 我们上网po文不就是因为觉得 我po出来大家一定会支持我才会po 如果你po出来会觉得被骂你不会po啊 真的 你刚好po出来让自己被骂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在 讨拍之前好像真的没有想过 嗯 嗯 自己也有责任了 对 嗯 对 所以 而且在网路媒体世代 我觉得这变成了大家很多下意识随手 就会有的反应 嗯 好 那 嗯 我没有资格去告诉大家 要不要发表你的评论 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 很多时候我们在评论的时候 真的不一定看到全貌 真的 你的世界里看见的世界不全然是全面的 对 因为在别人的世界里看到了 可能跟你天翻地覆哦 对对对 嗯 好 那再来我想要最后讲一两个故事 嗯 差不多其实家族治疗 你听到现在这边 你该有的概念都有了 嗯 但是还不至于到你真的可以做啦 嗯 但就是你大概知道 一个系统出问题 真的不是单一 嗯 你有没有发现 他真的是一环又一环 一环又一环 他是一个 每个人都扣着另外一个人 嗯 扣着两个人 嗯 他就 他真的如果真的 你把它具象化 那真的是 错综复杂 很多条线 然后先来先去 先来先去 对 然后Satia就会拿一条线 让你们把彼此都 打结在一起 然后从此之后就动弹不得 是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好 那最后我想要来谈 呃 伴侣之间也有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状况 就是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人 嗯 常常会 呃 把 把 呃 一些行为带到 带到关系里头之后 变成那一个 比较配合的人 他的自我就会不见 嗯 就是家庭的焦虑会导致很多成员他不自觉的一个行为 然后会变成某一个家族成员他的他会透过把他的自我功能给降低 嗯 减弱 来维持系统的平衡 嗯 比如说伴侣之间有一个人就是习惯做很多的决定 嗯 但另外一般 另外一半如果要继续待在这个关系里 他就必须配合 嗯 很像是乙白有一次来讲那个超门他在讲那个船长跟水手 嗯 的故事 嗯 或者是电脑人跟小公主 嗯 的故事 嗯 就是那种 嗯 这样的互动其实他都是电力在某一方 他在透过牺牲自我 嗯 来维持系统的稳定 嗯 然后高功能 如果做决定比较多的人 他就会不断的支配对方 然后透过缩交啊 然后命令 然后为对方设定目标 啊你就怎样几点给我干嘛 然后几点小孩要干嘛 然后他会觉得自己很辛苦哦 对 然后 然后比较低功能的 他的 他的状态就是去听话 嗯 然后把思考的责任都交给另外一半 嗯 反正我想也没用嘛 对啊 因为我想了你也不 你就放弃 对啊 但这其实是一种自我的 呃 放逐 就是失去自我的状态 嗯 那在故事里 这本书呃 一百九十一页有一个叫做 资峰跟他太太的故事 这故事是呃 资峰也是他们家 哦 他甚至是整个家族的核心 嗯 就是很有能力 嗯 然后呢 搞定很多家庭 然后他在家里头呢 也是觉得他handle一切就好 然后他就跟他太太说 这辈子我就 我养你 我照顾你了 嗯 然后太太就专心在家里 就是当他的 呃 闲内主 嗯 然后 然后他也会也就一直觉得 是他在扛所有的事情 嗯 但是后来他就中风 嗯 然后他就倒下了 中风嘛 嗯 然后他就一个本来通常全部都来发号司令 司令的人 嗯 然后就因为不得不家庭还是有很多东西要运作 所以太太就开始变坚强了 嗯 嗯 哎 他们的婚姻就出问题了 哦 因为那个平衡不见了 对 嗯 但这个出问题并不是坏事 嗯 而是一个新的契机 因为太太才意识到 哦 其实他是可以做很多决定的 嗯 那因为先生倒下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功能 嗯 所以第一个他本来是不得不的 那个内在是很多的慌乱 嗯 就是他试着做 然后做得还不错的时候 发现 诶 其实我很不错诶 嗯 那自我是不是就开始长 但这个时候就会对关系造成一些刺激 嗯 先生会觉得 哦 快失控了 对 他会觉得以前都听我的 嗯 那一来他要先承受自己生理上面的脆弱 嗯 二来他又要去接受 我的太太 不再全部的听我 嗯 那 以往他是 波文啊 波文他觉得这个 以前所谓成功的关系 嗯 其实是建立在另外一方 愿意退让 嗯 因为比如说像我刚才讲 资峰的太太 他是自己放弃工作 嗯 然后资峰又会有时候 有意无意在小孩面前说 啊你 就是靠你爸啦 不要去 如果只有你妈妈 这情况就会怎样又怎样 就会有一些数落 就暗示 妻子的没有能力 嗯 可是这个过程 其实 太太是透过退让 接受这种暗示 贬低 出借了自我 嗯 让资峰 感觉 有好的自尊 嗯 所以这个自尊 其实也是脆弱的 也是虚假的 嗯 直到他倒下的时候 他们的关系 才有一个新的契机 嗯 嗯 那这也会是一个 家庭阶段变化 嗯 的时候 会遇到的考验 考验 嗯 对对对 那这时候如果资峰 他没有办法去意识到 他的责任 那他很有可能 又会想要控制 一切 嗯 可是这时候 他的能力又跟以前不一样啊 嗯 年纪啊 身体状况啊 太太也不一定要愿意了 嗯 那他就会愿成一些 状态 嗯 嗯 好 大概是这样子 好啊 好哦 我们学派讲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是要来最后的 每一个学派一定都会要 要要有的优缺点 对 好 优点呢 其实我想大家听到这边 就会发现家庭的问题啊 如果你可以用系统的观点来看的话 你比较能够看到一个全面性的改变 嗯 那你会看到一个问题背后是很多 牵扯的状态 你就不会过度觉得是自己的责任 或去苛责某个人 或是过度崇拜某一个人 嗯 觉得只要有他在就会没事 嗯 可是其实不是的 就像我们在 串流亡者的那一个影集 有讲的 一个企业的成功 真的不是只是因为有一个很棒的创始人 嗯 然后我们神格化他就好了 嗯 很多时候我们也都会很期待 啊 那我只要去跟着谁工作 哦 我就一帆风顺了 对 其实这都是幻想 嗯 那这是需要被打破的 要有好的结果 通常是一整个系统是顺畅的 嗯 好 然后当如果家族成员 家庭成员彼此还在乎的话 嗯 家族治疗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嗯 可是如果有一方已经放弃了 不管是家族治疗 家庭治疗 还是婚姻治疗 就会很有限 嗯 因为一方已经没有要听了嘛 对 就比如说婚姻治疗里头也会有这种嘛 有时候 可能太太或先生来约 因为他还想要挽留 所以他才会去做谨商嘛 嗯 要不然两个人就讲一讲好 圈一签名就结束嘛 嗯 那另外一方要来的原因不是要治疗 他是为了要逼他放弃吗 对 他未来要来就是证明没用 嗯 那这个时候你不要太期待 在婚姻治疗室有多厉害 嗯 我们没有办法让冰冻的心 嗯 然后瞬间就解冻 然后你们关系会变好 不太可能 那如果真的发现 对方真的已经心意已决 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 让那个分离的伤害越小越好 嗯 对 所以我们 我会常常说 什么时候是治疗的好时机 就是问题不严重的时候 问题还小的时候 嗯 就是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都会觉得 啊还不严重 这也合乎常理啊 因为就想说 哎也没什么大事情 这种小事 有必要吗 嗯 可是真的 正因为不严重 所以还 你要用的成本比较低 但当它很严重的时候 你可能花费所有的成本 时间 精力 效果还是很差 嗯 所以就看每个人的思维啦 嗯 那家族治疗的缺点 就是成本太高 嗯 第一个 你要把大家带来不容易 所以常常婚姻治疗的时候 我们最常会被问的问题是 我要怎么让我另外一半来 嗯 老师 你有办法吗 好 那这东西 我们的经验当然就是 你要 让另外一半来 首先你们的关系 要先回温一点 嗯 你们如果正在很冰冻很冰冻的时候 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你能不能 如果你伴侣不来 你能不能先去 当然可以 嗯 你就先从你自己工作起 然后当你们的关系 有回温一点的时候 就比较有机会 嗯 一起来 但如果你们的关系 一直都这么糟 这个时候你讲什么 他都只是不想听而已 嗯 小孩也是嘛 对对对 亲子关系的也是 嗯 还有就是 我听过很多家长说 老师 我可以 我们家那个小孩 怎样怎样怎样 我把他送去你那里好不好 他来上课 应该就没事了 嗯 然后我通常 这个时候都很想跟父母亲说 你要不要先来 你小孩来 有没有用 我绝对不敢保证 对 很有可能 他为了反对你 他要不就不来 要不来了 就要来证明 你是错的 对对对 他来只是想证明无效 而不是证明他会好起来 嗯 可是你这么期待他好 一定是你的需求度比他高嘛 哦 对 那需求度高的人先工作啊 那到底是谁要的 嗯 嗯 对 那当然家族治疗还会有一个缺 明显的一个缺点啦 就他的费用非常的高 也要啦 在这里面真的很忙耶 对 所以 成 要执行比较困难 然后成本又比较高 嗯 对 所以 可是他如果做得好的话 意义跟价值感是更高的 OK 对对 所以 呃 我会希望我透过 多讲一点家族治疗 家庭治疗 婚姻治疗 这都是家族治疗这个系统里头 应该看的是 一整个系统 让大家知道说 系统的问题的话 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观点处理 嗯 那有一些心理师不同的训练 呃 我们的强项不太一样 做个别的 跟做系统的 嗯 做系统的话 他会处理的是历程 嗯 而不是内容 所以这有一些差异 但是 当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还是鼓励你 还是鼓励你去寻求这样的协助 寻求专业的协助 嗯 就是少叠叠撞撞的 让自己 嗯 少一点受伤 多一点信心 在我的位置 多一点保持希望感 然后在 问题还不严重的时候 就当预防保健 嗯 而不是想说 等到问题很严重的再去 那时候效果就很差 嗯 对 所以像我自己的 就是到年纪中年之后 我对很多的 呃 观念就不一样 以前就觉得 我有需要再去找 现在我就会是我定期回去找 嗯 这样子 也许成本好像 是算得出来的 嗯 现在这样子定期回去找 算得出来的 那我 不行了才去找 那个成本是算不出来的 OK 对 好 但真的 我觉得因为牵扯到两个人 另外一个人的愿意程度 嗯 就很难控制了 我觉得这是会大家比较容易卡住的 在说我又真的很想去啊 就老师我真的很想去 可是我另外一半 那你就你先去 就这样 对啊 不管怎样 要有行动的那一方 是 是 OK 好 那我们听到这个 我们工商服务一下 你听到的时候 凯宇老师的全管八八折 已经在倒数了 是 凡事你只要看到 求凯宇老师的脸 的那一门课 结账就有八八折 你的第一奖 play下去是他的声音 就是他的课 对 你都不认一下凯宇老师的脸 这样子 嗯 只要他的课 现在购买都有八八折 是 是 然后我们已经聊完了 家族治疗咯 对 下一次我们要聊容格 最后一个学派咯 是 真的 很感谢大家 这一整年来 嗯 我希望你是 陪着我们这样 一路一路听啊 不管你是从中间 第几集听 没关系 我都鼓励你再回头 把他前面的学派听完 嗯 那我先 上次之前有跟大家讲 学派讲完之后 我们还是会有一个 新的一档的节目 嗯 所以你礼拜五晚上 还是有东西可以听 对 然后也很好听 嗯 那我希望大家就 继续支持这个频道 然后我们会在同一个频道更新 你也不用 再去搜寻别的 嗯 对对对 好 那到时候可以 告诉大家 节目名称的时候呢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咯 对 但是你就期待一下 我们最后一个学派 嘉玲老师的加码 对 因为在教科书上没有这一个东西 空里没有写荣格 对 我自己觉得十二这个数字 很东方 我挺喜欢的 我们要圆圆满满的十二 走过一轮 这样子 对对对 好啊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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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